雷尾聊世紀 天年的無幸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青色選擇的文明是 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火炮的射程非常遠 而且他火炮塔也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土耳其人他有白血滿弓也可以使用 更重要的是他的火器單位也有血量加成 所以他的土耳其火槍兵 不太容易被輕型托車一發砸爛 然後 這個MBL說你的積分怎麼了 這是什麼積分 那我剛剛看一下這位玩家的積分 好像是2000多分的然後遇到MBL 我覺得這個分段蠻奇怪的 2000分的玩家可以遇到MBL 這也算是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算稀奇嗎 也算是 那土耳其人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但取而代之他的肉碼是免費升級的 而且他的肉碼遠房的部分還都價了一點 所以土耳其人他的大肉碼算是比較好用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介紹一下雅米尼亞人 雅米尼亞人他的羅車造價便宜 而且羅車研發的科技 這個伐木還有挖金挖石效率還會再增加40% 所以他的伐木挖金挖石都很快 雅米尼亞人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有這個免費的聖物 所以在雅米尼亞人存在的地圖上 都會多一個聖物 像阿拉伯是5個 雅米尼亞人在的話 就是變成6個 如果雙方都是雅米尼亞 就是7個 雅米尼亞人他有這個戰鬥祭司可以用 但這個出場機率算是比較偏少一點 雅米尼亞人最主要的特色 是他這個復合弓箭手 可以穿甲傷害敵人 所以土耳其人大洛瑪的遠方很高 對這個雅米尼亞人就沒什麼太大效果 那後期的雅米尼亞人呢 可以用這個白血劍勇作為主力 當然也可以用這個重裝騎士洛瑪去擋架也可以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雅米尼亞人算是非常心意的文明 他的玩法也會非常不同 當然目前阿拉伯的模式也是固定下的 跟以前的打法一樣 不太會有那種 開局拉4隻村民去吃野味這件事情 趕鹿啊趕鴕鳥還是比較有用一點 這個部分是之前Miker他們有測試過的東西 所以應該就是確定了 開局用這個羅車去吃野味並不是很划算 因為聰明家還要一來一往的 這個採集的時間也會被縮短 好 兔爾西人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待會來看一下兔爾西人這邊會怎麼搞事 那兔爾西人的封建時代打法比較偏向於挖金 然後去出弓兵路線 弓兵落馬槍兵 好 比較適合兔爾西人 主要原因是因為兔爾西人的 他的挖金速度是有勢裡面最快的 還有額外的挖金速度20%加成 所以封建時代打工兵其實是最適合他的 前行一樣可以先去轉出一堆肉馬 還有封兵去壓制敵人 亞美尼亞這邊是決定19P上 然後先點了一個槍兵 那亞美尼亞人可以提前一個時代使用軍語裡面的東西 封建時代就有長劍兵可以用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所以亞美尼亞人他的前期打法 也有這個步兵開局流 然後配上戰矛或弓兵的一個打法 這邊亞美尼亞人是決定要來落馬開了 該不是要走軍營 旁邊槍邊互戳 槍兵繼續按 多瑪瑪也繼續按 好 戳一戳往菲拉 多瑪瑪還在繼續補 這邊趕快從左邊流過去 讓對方多瑪瑪沒有注意到 但土耳其人這邊意識到了什麼 有預感到 NBL要來搞事了 直接抓了個正著 好 後面槍兵也是撤退 前期應該就是落馬護撞 然後槍兵一直按 好 這邊看一下應該是打不到任何東西 好 這邊高打第一反擊回去NBL槍兵 好 這裡防守打得還不錯 好 撞到 唉唷 撞到落馬 可以掉了低血量 好 看到它 不是 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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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我 撞到我 撞到不會 撞到你 撞到 撞到前期 這裏補一個射箭廠嗎 是兵工廠 這裡要抓到一隻戳名了 MBL最後手撕掉了一村 換對手這邊拿掉了一隻槍兵 這隻戳名應該是逃不掉 一換一應該是達成了 這時候亞米尼亞點下了城堡 十代升級 土耳其這邊稍微慢了一點點 五下城堡賽 那亞米尼亞現在是要來打一個騎兵路線嗎 那亞米尼亞的馬雖然沒有三級馬卡 但其實他的馬是跟波蘭的馬是一樣強的 一樣有這個品種 但都是同樣都是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亞米尼亞的騎兵路線 也是蠻多頂尖選手會去考慮的一個範圍 好 那土耳其人這邊 這邊是下兵工廠 不是馬舅嗎 結果還是補了一個品種喔 升到城堡時代補了一個品種 但對方待會升到城堡時代會變輕騎兵 小心輕騎兵瞬間反打 這是遇到土耳其人的肉馬史要特別注意的喔 好 突然變身變輕騎兵 攻擊力瞬間提高兩點 怎麼辦 你的石頭怎麼打 只能測了 兩邊都有品種 好 亞米尼亞這邊品種65滴 輕騎兵血量更多 80滴 好 亞米尼亞被迫投資了一個輕騎兵升級 才打得贏對手 好 這時候土耳其人已經點下了耕種技術 兩邊都走騎兵開局的時候 土耳其人的肉馬在城堡時代出血喔 更具有優勢喔 好 現在跑速升上去 1.5的跑速 對上1.65 現在MBL追不到對方 要不要先下一個強化教堂 已經下了 MBL這邊的反應速度都很快 下得很快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這邊槍兵 收得掉嗎 哎呀 剩一滴血 最後被駱駝跟肉馬全部打掉 好 土耳其人這邊轉出了駱駝 火 那土耳其人他的打法算是非常多變的 大為駱駝配馬弓或配火槍都可以喔 我是比較喜歡配馬弓喔 土耳其人駱駝配馬弓 這個路線我是蠻喜歡的 火槍兵的話出關時間會稍微慢一點 除非要打這個直層火槍配置了 好 那目前出的器人是戰場的雙TC開農 按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要來撿生物 MBL這邊是打 戰鬥祭司 哎呀 戰鬥祭司的話就不怕駱駝了 有想法 好 斷戰鬥祭司 一直躺一下 但是被肉馬打很痛 戰鬥祭司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鎧甲屬性喔 是肉馬 他被肉馬打會很痛阿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攻擊力對生侶是加10點 所以沒打一下呢 就是7加 7加10 17點 加上攻擊力的話 18滴 一下18滴 減效他的這個1點忙碌率 就是17點 所以戰鬥祭司在這個時候 是很難扛得住對方弱馬 配弱駝的一個打法 所以戰鬥祭司可能不要按那麼多比較好 好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這一個可以拿到聖物嗎 但戰鬥祭司這邊撿聖物的移動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以撿聖物來說 戰鬥祭司是首選 而不是三旅 好 這聖物順利搬了回去 MBL 意識到現在打不贏對方的配兵組成 駱駝配上肉馬 這個配兵組成非常難解喔 一定要用槍兵 才能搞得定 當然也可以選擇弓兵路線喔 但羊尼尼亞人的弓兵路線 其實沒有到特級強 尤其是強弩喔 復活攻堅手他的特色是可以穿甲 但是強弩的話又沒有拇指環 就會稍微差了一些 所以即使遇到駱駝跟肉馬 羊尼尼亞的復活攻堅手 還是有出的價值喔 強弩部分就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直接出槍兵的話也OK 而且這個時候 MBL已經可以升級了 級兵升級了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就很不錯 那升級級兵要300肉跟600黃金 這個造價來說 對城堡時代中期還是有點壓力 現在甚至連中期都還不太到 現在還算是城堡時代的初期 好 好這一波升旅走出來 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搭配升旅 看來MBL要來打升頭了 那羊尼尼亞人的升頭呢 算是可以打的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特色 主要的特色能打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升旅科技喔 是全滿的 全開升旅 所以雅尼尼亞人一定要玩他的升旅喔 配上這個槍兵阿 或者是 複合弓箭手 往往可以打出蠻好的 這個抗壓能力 好這邊點下的救出思想 現在有槍兵在的關係 所以 欸 土耳西人打得有點保守 我們帶一根城堡出來喔 才可以按出這個 土耳西火槍兵喔 好 現在土耳西有點缺肉 現在3TC要趕快撒農田 好 右邊直接上大石牆 好 有這個救贖思想了 直接招降前方的房子 軍營 馬舟 好 後方有一個肉馬 用臭命反擊回去 好 這邊直接招 好 現在這個馬舟也變成了MBL的了 好 終於有土耳西火槍兵了 好 這邊槍兵上來 趕快用生鋁去招降 欸 這邊斷招降喔 會有點危險 完蛋 這裡駱駝直接上來 全吃生鋁 沒有問題 MBL這邊大意了 槍兵安太少 駱駝直接硬上 哇 這些生鋁能討得掉嗎 好像難討一死 哎呀 槍兵雖然很努力來救 但是最終就不太到 最後駱駝 全部收掉了生鋁 好 但現在前線這些建築物會有點麻煩 欸 按了一隻肉馬 有什麼想法嗎 一隻肉馬 手撕兩隻生鋁 有沒有搞頭 看一下 我覺得沒有 這裡有五隻火槍 第六隻 第七隻也來了 可以瞬間擊火一隻肉馬 摔刀 哇 來得及 來不及擊火 可以這邊趕快去追下方這隻生鋁 這時候亞米尼亞點擊下了贖罪思想 這樣就可以召向敵方的生鋁囉 看來MBL果然要轉打一個生鋁戰 好 正面再捕力跟城堡 房子這邊 馬舅 一直出肉馬 或者是騎士進來砍 好 脫位是一火槍兵 從右邊的城門出去 這邊蓋一個新的城門 正面槍兵又戳掉了一些駱駝 還不錯 MBL這邊會投資疾兵嗎 還是先點帝王再升疾兵呢 之前有看過道特使用 城堡時代的疾兵戳爆了馬國法蘭克 打法很凶狠 好 那這裡補下了新的城堡 MBL控圖控得相當積極喔 高地都有蓋好城堡 這邊這兩塊區域會比較需要控制 後方這裡有黃金嗎 也沒有 這裡有看到一個新的石頭 好 這邊這邊槍兵還在咯 這邊這邊槍兵還在咯 好 兩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出了些人帝王時代火槍兵 待會要趕快去轉出化學 然後火砲趕快出來 打亞美尼亞人會稍微好打 但亞美尼亞人這邊也有反制火砲的能力喔 這個申呂12點著想 對上12加24攻的火砲 多走兩步就可以著想敵方火砲 那這邊就要來看MBL有沒有這個想法 讓申呂當純主力 然後槍兵戰矛 或是槍兵配上複合弓箭手 或是強奴 但強奴的話真的就是比較難打一點 好 這邊要打算直接用火槍兵手撕城鎮中心 過期火槍兵的傷害啊 基本上有17點 所以非常高傷害 每點下都是10點傷害 完了 這些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 後面補一根城堡進行防守 好 亞美尼亞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護衛技術 還差200肉 100肉就可以升級11兵 好 直接爆了一隻火槍 除了清火槍兵現在血量是4滴血 非常多 這裡一個能夠修的普雷嗎 這個村民 完蛋的發呆 直接放棄 這個劍塔也要放棄了嗎 好 這亞美尼亞補下了二級射 用時代一身上 有先按巨頭嗎 有 好 強弩 弩兵趕快升 其實NBL的軍力是 不太好打 突了清火槍兵的 那復活軍隊的手打突了清火槍兵的話 最大問題就是手太短 所以打不帶到突了清火槍兵 所以這邊NBL選擇強弩了 是因為為了他的射程 確實這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不然就是要轉中頭 不然就是要轉中頭 好 NBL 這邊是選擇了印刷技術 還有騎士思想 這邊 修瑪莉新騎兵以及升級上去 防護率2加3 再會變成遠防武 好 這邊有支爆兵 呵呵 我會有支爆兵呢 好 越來越多兵在中間這個地方集血 土耳其人的巨頭要拆除這根城堡囉 NBL要記得取消 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完蛋 可以嗎 左邊的巨型投資機被火炮拆掉 後面這個城堡雖然蓋起來 趕快修 但第三台巨頭也來了 但修的順便很多 好 好像還有機會 但是NBL有辦法解掉後面的火槍陣 跟巨型投資機嗎 亞米尼亞人士沒有火炮的文明 怎麼辦 要繼續用買的吧 用買了200石頭 花了365塊黃金 好 努力再升級 這邊開始用弓箭手 反擊回去 土耳其 火槍兵 聖女 直接招牆 後方的火槍兵 這邊都是在做一個交換 土耳其的火槍兵 數量稍微下降一些些 看右邊城堡中就守不住 還是爆開了 現在巨型投資機的數量來到了舞台 這邊也是用巨型投資機想要反擊回去 正面的土耳其火槍兵的數量 正面大洛馬很麻煩 完蛋 直接被打爆 NBL好像有點節節潰敗 好 這裡村民終於挖完了資源 裡面有個生物 後面也有兩個 這邊巨型投資機也要被洛馬卡抓掉 沒有 NBL這一波打得很痛苦 甚至連強奴都沒有辦法升級 好難受 先招 先招火炮 火炮先招 讓火炮也往後拉 這一波土耳其人打得蠻漂亮的 好 這邊有少量的洛馬 好 這邊有少量洛馬 NBL現在窮到連子儀兵都無法點 城堡全速失守 NBL終於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後面的射箭場也要再補一些 有補 十一兵也要趕快點上去了 好 開始工程 這邊強化教堂或生物馬上就要被打噴了 這邊這邊找到新的黃金礦 好 這邊強化數量來到二三隻 開始有點戰力了 好 所以直接中到城堡 轉出了幾隻複合弓箭手 好 這邊洛馬 開始來繞 看一下能不能繞到東西 好 這邊槍兵戳掉了這邊的洛馬 後面的火槍兵開始出鏡了進來 火槍兵配洛馬 可以 這個組合搭配蠻OK的 好 進來 上去貼近 直接先打後方的強弩 好 後方強弩很努力的 在點射前方的出了七火槍兵 出了七火槍兵 出了七火槍兵的數量慢慢開始往下降 奴兵開始打出了優勢 數量上只剩下八隻 槍兵正面擊破了大量的肉馬 這一步可能會讓出了七人爆炸 但是這邊城堡蓋好 這邊強弩只能撤退 還有這裡沒有彈道血 射的有點歪 但還是撤到蠻多強弩的樣子 好 強弩最後只剩下少量的 21隻了 剛剛至少30隻了 現在剩10 少了10隻左右 MBL給我一根城堡 蓋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都可以 現在是攻防戰了 火炮這邊還沒有點下炮兵 或者是火炮兵都還沒有點下 再來是12點的攻擊射程 MBL也被破轉了一些肉馬 出來擋一下 有肉馬才比較好處理對方的工程器 不然就要轉衝車 但亞美尼亞人也沒有衝車可以用 因為他只有一般的裝甲衝車 好 後面少量的兩隻肉馬 再來偷抓 OK 三攻重力要點下 待會三攻一毫 土耳其人砍村民的效率就會大幅提升 四刀一隻村民 MBL這時候事先升級了 三級的步兵鎧甲還有三級弓 馬卡全身 但這邊被打了一發火炮 槍弩數量少了一些 右邊又有更多大落馬 再多線騷擾 MBL要一波倒了嗎 但槍弩這邊回舊 應該還有機會 村民術算下降了一些 趕快補一些村民 正面再次攻城當中 這裡火炮很準 又打到了一些強弩 MBL這時候也是派了一些肉馬 到處的騎人家裡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啊 好 這個三級弓可能被打掉了 哎呀 尷尬了 好 側面城堡被拆除 肉馬直接往上貼 好 現在吐爾西瘋狂亂串 好 還到這邊 好 直接點射掉 再來一發 沒有問題 好 射掉 射掉 好 重新補下三攻 MBL好像勉強假住了 土耳其人這邊的攻勢稍微減緩 但是聖物被幹走 哇靠 難道要被對方拿到六聖物了嗎 MBL這邊很危險喔 打越後期有機會嗎 土耳其有六聖物 怎麼輸 MBL這邊非常麻煩 待會後期還會有斷金的可能 右邊補了一些馬就 但右邊好像打得蠻漂亮的喔 一大堆的農民一直被打 好 正面的強弩還在努力扛住正面 好 這裡強弩數量來到了蠻多了 越來越多 再到了26隻 終於補下了級兵的升級 好 開始用火槍弩去點火槍 好 火炮也是回頭打個幾發 這邊正面硬扛 射掉了所有的火槍兵 槍兵現在是無敵狀態 沒有人可以打得硬槍兵 只有後方城堡 錯馬全部往前 扛 射下一隻 槍兵說可以射到了 這邊巨型投射器 趕快用肉碼去追擊 好 砍掉一台沒問題 正面B-L 沒有Lup的工程器 只能稍微防住 好 右邊有少量的槍兵 好 收掉這些肉碼應該沒問題 好 MBL左邊也是被殺到當中 但一直都有在槍兵在巡邏喔 好 這邊有解掉了 土耳其人的攻勢 開始有點被趨緩了 沒有那麼的強軍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土耳其人這邊聰明數一直沒有滿喔 人口數很低阿 MBL這邊村民數也稍微低了一些 好 還要再去補村民 這邊土耳其人照理來說 要再補到 再多補個30人喔 但右邊現在這個地方有點守不太住 有一堆槍兵阿 跟肉碼一直在騷喔 農田一直沒有辦法穩定的被控起來 MBL正面終於穩住了 好 穩住之後該怎麼辦呢 只剩下一台 可以用城堡可以出巨型偷司機 不然就要轉裝甲衝車了 好 還是按巨型偷司機了 畫面這些石頭趕快歪一挖 在中間再補一根城堡 好 十八隻強弩 哇 直接吃子彈 這個青技好猛 好 回頭打一發 只打到一隻強弩 回頭打一發又一隻 一發一個 好 巨型偷司機終於從這邊架了過來 後面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喔 這邊槍兵戳到火炮很賺 可不可以戳到一台呢 一滴血 12滴 戳不掉 這時候右邊還有更多弱馬 持續在騷擾當中 哇 MBL這一波還蠻賺的喔 左右開弓 都有弱馬一直在騷擾 但土耳其人也有 那MBL這邊的防守更好 這邊槍兵一直在巡邏 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 趕快把巨頭繼續架起來 結果這個生物沒有搬回去 就算一下 speech 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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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羅馬迅速往上 好這邊直接點掉了幾台火炮 看起來能夾得住但是巨型頭司機全部爆炸 既然土耳其人城堡還能備秀的回來 就再次守住了 看土耳其人側面一直還是有人在燒喔 這邊受不了終於拉了大石牆 MBL已經要斷金了 只剩下198塊黃金 這流露馬加槍兵戳了回去 土耳其人這時候轉出了馬功 這就是我喜歡玩土耳其人的馬功的原因 血多 機動性好 射速也快 然後再再配上駱駝 現在MBL這個配兵組成是稍微可以壓住住的 那如果沒有黃金的話繼續出肉嘛 土耳其人也是相當有優勢 好看來有點夾不住了這裡的兵量有點大 右邊城堡 被攻城這裡架了起來 肉麻第一次的上仙 土耳其人這邊防守不太行 送掉了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好我們來繼續往前 人夾得住嗎 好這邊收掉了所有的火炮 MBL這邊有機會了 但是馬功的問題依舊還沒有解決 單段出了一些戰毛兵 戰時好像又打得贏 MBL 有機會打贏嗎 現在臭名數越差越多了 90村對上134村 土耳其人臭名數越來越少 哇肉麻又溜了進去 這裡怎麼又有洞啊 好MBL這一波反攻 打得非常漂亮 巨型頭司機 這兩台 但六生物已經在土耳其人的手裡 哦這台巨型頭 好像能拿下 哇 土耳其人這邊有點虧不成軍 馬功雖然還在出 這個燈寶應該是要吃一手了 如果這裡被站下來的話 土耳其人會很傷 雖然有軍事產能 但是沒有支援啊 好 這台巨型頭司機 又被土耳其人大洛馬貼到了嗎 還有這邊牆壁雖然夠多 多些人這邊沒有辦法點下白血馬弓科技升級 重裝馬弓點不下去 銀罐也點不下 兵力開始懸殊了起來 後面戰毛兵再偷點馬弓 馬弓數量開始變少 這邊有防守漏洞 巨銀頭司機架起來 但肉把直接往上趕快貼上 這邊應該可以再拿掉一台巨銀頭司機第三台 應該是沒機會吧 最後三台都拿下 土耳其人這邊顯得有點尷尬 怎麼辦 MBL這邊靠了買賣一波 土耳其人六色物黃金還在跳 好 後面肉馬繼續在亂串當中 現在土耳其人的村民數只剩下93村 好 硬是擠了一台巨頭出來 持續攻城 後面木頭也被挖光了 MBL只能被迫到前方 前方伐木了嗎 其實這裡也可以伐 那右邊其實沒 相對來說好像不是那麼的安全 趕快拿一些肉馬過來夾一下 這邊用少量強奴去偷射一下這邊的村民 正面又要再架起來巨型頭司機了 這裡需要更多的槍兵跟肉馬 集中在這個位置 好這裡有少量的馬公 想要衝進來 亂射一波 吃到了城堡傷害 少掉了幾隻馬公 好這裡大陸馬上前 想要再抓掉巨型頭司機 血量是433 哇 又拆掉了一台 MBL這邊還有支援可以GG交外嗎 現在支援完全見底 拖爾切人這邊六生物 還在夾 但是生物要被打噴了 這裡直接拉全村之力 怎樣 要開扁了是不是 拖爾切人在最後一刻崩潰了 雅美尼亞人這邊支援也是非常極限 但遇到這邊全G總鬥 甚至連GG都不打直接跳GAM 哇 MBL打得很極限啊 最後靠著少量的黃金 用巨型頭司機慢慢拆除所有的東西 最後拖爾切人 沒有辦法夾住最後的壓力 打出了GG 不然他差一點就要打贏MBL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來到了555 MBL贏了大概2萬支援 軍師方面則是來到了1.13 這一把雅美尼亞人能夠逆轉相當不容易 對方有六生物的情況 又是拖爾切人 後期來說的話確實是不好打 但拖爾切人最大的問題 還是後期沒有槍兵可以用也沒有戰毛 所以遇到對方的戰毛兵就只能用肉 但因為放槍兵又太多的情況下 你也沒有戰毛兵可以去反制對方的槍兵 只能用這個馬弓 或是突爾切火槍兵或火炮去打對方的槍兵 長期打下來 MBL的槍兵來說是開始慢慢變無敵的狀態 這樣子就很難去阻止他的巨型頭司機繼續攻城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